大家好 结婚多少年 七年了 有娃美 有 生日 2017-03-29 老婆生日 那个 八月出发 对她这组回答满意吗 不是很满意 不是很满意 现实生活也不满意吧 对 所以才来的是吧 今天到底目的是为了控诉还是为了什么 其实有时候是想要跟她 就是结束这段婚姻的 说说吧 在这个婚姻里她表现有哪些不好 因为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孩子 下半年我们的孩子已经要上小学了 然后我是比较想要 就是全资带孩子 然后她的话不是很同意 觉得开支过大 然后可能她觉得压力很大 承担不了 就是之前我也是在工作的 六点钟下班 然后孩子是五点钟就放学了 我们之前是拖了一个邻居 把孩子接回家里 家里装了一个监控 孩子自己一个人回家就会 就会特别心酸 然后她会打电话给妈妈 说妈妈你什么时候下班 什么时候回来 其实因为我是 就是生完孩子之后 就一直在家全资带娃 然后也是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出去工作 也找到了一份 就是相对来说 跟我之前工作 比较挂钩的一份工作 然后 您是做什么 方便和我 我之前是做贸易的 在我上班的一年里 我有明显感觉 就是我完全顾不上孩子 因为工作太忙了 经常孩子都是一个人在家里 然后就是对着监控 跟我们讲话 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 那个监控它是外放嘛 就听得见 然后我们同事就会 就会讲说 我家孩子11岁了 12岁了 从来没让他一个人在家过 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么狠心 一个6岁的孩子 自己在家的 其实我工作也比较忙嘛 然后经常晚上也加班到比较晚 然后回去 确实也就是顾不上特别多的孩子 但是 但是其实我回去之后 基本上跟孩子的那个 互动各方面 其实也算比较多 然后那个我老婆说 他想要就全职带娃 就我们现在家庭的这个情况来说 我觉得就算他随便上个班 可能也会稍微好一点 你就是需要他工作嘛 对 家里面大概经济上缺口多大嘛 一个月 其实我现在的那个工作 就对于我们现在生活来说 就房贷啊各方面 生活的开支 差不多苹果 就是没什么结余 没有更多的钱 比如说去投入到孩子的 其他方面的教育啊 或者说日常一些我们生活品质上提升啊 所以说妈妈是必须要工作的 是吧 我是觉得他不管做什么 还是做一点 像他说的 就是我们家庭之间 要解决根本的问题 可能就是需要再多赚一点钱 是 其实我老公是浙江人 浙江那边的人呢 就是都是那种家族式的 基本上都是做生意的 然后也都是亲戚带亲戚这种啊 互相帮衬的 所以呢 他们家也有 就是也有亲戚是在做生意的 然后生意也做得非常的不错 然后呢 我也是希望他能够就是说 踏出那一步 因为他目前的上班的就是那种 真的是每天都很忙 完全 就是那种可能11点12点才回家 设计 设计什么设计 全物定制 喜欢 怎么说呢 目前比较适合我吧 所以您希望他干嘛 做买卖去呗 下海经商是吧 对 他目前都30多岁了 其实也希望说 他的事业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机遇 或者一个转转 但是他不愿意 对 他不愿意做个改变 为啥 因为我亲戚他们怎么说呢 相当于也是算贸易类的嘛 贸易类的 然后我自己其实又没有接触过贸易类的这一块 然后你说我直接那个舔着脸过去了 我去干啥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们那些工作可能也不适合我 然后你说管理方面 这个咱也不会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去了 可能会给别人添乱 我这么问你啊 是因为跟亲戚的关系不到 没法跟他们伙在一起干这个事 还是面子上面 抹不下来面子 算面子上吧 算面子上 你拉不下来脸 那难怪你妻子哭成这样 如果是拉不下来脸 这事就是你不对了 那就为他拉脸呗 怎么办呢 我是觉得那品的人去 我是做啥呀 行明白了 那我现在理解你的怨言了 还有啥对他的不满意 他从小他自己就上过信去吧 就学画画 他的家里人在他那个连带就送他去学这些 然后到他孩子了 我觉得他就觉得什么都不要学 那么小学来干什么呢 他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当时我要去给他报画画课 因为儿子他说他非常喜欢画画 然后他也去试听过 上过活动课 然后呢 他就说他很喜欢 我准备去报的时候 你跟我说 你说你自己就是学画画的 你可以自己教 然后大概可能在家里坚持了两个星期 就一个星期某一个晚上陪他儿子画画 他们两个画的第一次可能还比较好 第二次就两个人开始打起来了 开始猴起来了 我平常确实成本比较忙 然后回来 回来经常都 就比如说八九点啊 十点钟左右了 然后那个 要开始弄完睡觉干嘛的了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 那个给孩子再教他画画什么的 你们一家人出去玩的时间多吗 不是很多 其实我在结婚之前 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那种远途的一个 就是去远一点的地方 旅行一次的这种那个 然后也因为工作的原因 去过很多的地方 然后但是我们结婚了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出去过 出去的话 有可能就是近郊 可能买票啊 做攻略啊 去哪呀 干嘛呀 都是我弄 如果他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我说你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就陪一下孩子 带孩子出去玩一下 如果我不做攻略 我不说去哪 也许这一天就这样浪费了 就哪里都去不了 我工作确实比较忙 有的时候一个月 可能也就休得到一天 有的时候我确实也想要就休息一下 然后你说出去哪里玩 那我基本上没这个概念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玩 然后所以 理解 理解 所以这一块那个 我说那个你反正在家嘛 你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事情 要不就你那个你考虑一下 去哪里玩 然后我开着车带着你们去酒盆了 然后他就说我都不管这个事情 然后完全完全没有想过 理解 理解 你们现在在哪生活 在重庆 你跟浙江人跑重庆生活 当时也是可能考虑那个重庆这边 城市更大一点 发展可能机会更好一点 您浙江哪的 下面坐着一浙江人 平家的 温州地区的 那有钱咯 老有钱了 做买卖的是吧 也不是所有人这种都有钱 你们家属于 你们的家族属于 其实咕咕他们 咕咕他们做生意嘛 然后我们 我自己家那个 在新疆那边有个果园 就反正其实也都在 各地嘛 也都没有聚在一起 所以心里 这些区啊 是吧 好歹这个少爷 怎么就不能满足我 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呢 你不是做不到 你是不愿意 你不是能力不及 你是不愿意付出 对吧 对 我有时候觉得 他也是有能力的 是吧 我们朋友也经常开玩笑 如果他像他 就是现在工作这样子 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的 就是因为对于他来说 就是工作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所以我们就觉得 如果他要是去跟着他们亲戚做生意 也是这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那肯定是有 就是起码是有一个转机嘛 所以我要从一个男性的角度 我反回头问一个问题呢 也许我现在做的是我最喜欢的 不是 我问过他 是吗 我只能说 可能现在目前是最合适的 对 就算不为了我和孩子吧 就算为了他自己 就是他的人生到三十多岁了 不是 他不愿意 他觉得这样就现在最合适了 也挺好 那可能就是 再说他也在为你和孩子呀 房贷也能还啊 车贷也能还啊 也没问题呀 反正我从来没见过他一份钱 那钱呢 就是 因为他的钱就是说 可能就比方说 还了房贷什么七七八八的 就没有了 反正我没见过 那你找的不就是个穷小子吗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说 抱班啊这些的 也以前吧 我还会跟他讲啊 当你讲多了之后 他都是那种反对的态度 然后我就说孩子 目前在他自己这年龄来说 他也还算是比较优秀的孩子了 出去也会有很多的人说 哎 孩子很好 好好培养 然后但是我有时候就希望他 就算是经济方面各方面都不支持的话 起码就是精神上不要脱后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好像您对别人的评价 特别特别的在意 关于孩子是否优秀 来自于外人的评价和赞赏 关于老公是不是好 来自于亲戚的评价和赞赏 你自己有标准吗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 其实你儿子可能 比他同龄人有一点是优秀的 就是他在长达一到两个小时的 自我时间管理上 是优于其他的孩子的 你有没有觉得 在他这个年龄 以现在整个的这个环境来说 他对父母的依赖 相对于其他的孩子是少的 对 他从小就很独立 他一岁多的时候就自己能 就是能自己一个人玩 就是虽然我天天带着他 但是他出去了之后 就会当我不存在 自己很放肆的味 所以啊 挺好的呀 那为什么一个当妈的 在那哭成那样呢 当他对着那个对讲讲的时候 我就受不了了 那为什么要哭成那样呢 那是哭你自己 还是哭他呢 儿子可能都没那么哭吧 做妈的放大了嘛 你的焦虑情绪比他大嘛 我这么听起来是 生了孩子之后 当了几年全职是吧 几年 三年 四年 生完孩子基本上一直吧 一直全职 孩子什么时候上了一年班啊 大班的时候 对啊 大班的时候才上了一年班吧 那是你自己不适应吧 我觉得 你跟不上了吧 你不愿意承认吧 那么多全职妈妈也没有说 都教育出来了优秀的孩子 那么多双职工的家庭 也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失败 我觉得妈妈过于焦虑吧 你觉得你老婆焦虑吗 他是比较焦虑 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方面嘛 有的时候他 可能也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然后让他有的时候 情绪会有点失控 孩子其实对他的那种 那个就是安排会有点抵触 然后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没必要 他在家应该非常强势 是还是不是 是 有的时候你在他面前 不太敢表达真实的想法 或者话说一半会被打断 是还是不是 是 你觉得他现在 这一次 现在提出来 我想离婚 你要去创业 你要这样要那样 他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你自己觉得 就是要我完全承担起 整个家里的 所有的各种事情 然后他 可以不用那么 话而言之就是 把 应对社会 跟社会对抗 那一部分的所有东西 让你一个人承担 对吧 好 那下面我就 再站在他的角度来问 你觉得你能够承担吗 我说的是能力 就目前来说的话 有点困难 如果动用了一些 所谓的资源呢 比如亲戚资源 拉下来脸 也难是不是 那 还是没把握 不确定 那是一个不确定 对 并不是因为 亲戚所有的事就确定 对吧 对 像我现在那个 像他说的 不换工作不怎么样子 我也是 因为觉得 我现在这个工作 起码还是稳定的 我这个家庭的各项 目前的各项 开始还过得走 如果我换了 可能会有其他的风险 然后我们这个家庭 这个整个会断掉 如果离婚的话 孩子跟谁 就目前的情况 孩子可能会选择跟他 因为孩子很黏他 但是 但是我 孩子还很黏他 对 哦 来 所以这也是可能 我们现在还在 还在坚持的原因吧 你刚才可说了 一个爹 晚上经常加班 不陪儿子玩 最后还 儿子还黏这个爹 这个我 我就好奇了 为啥呢 我也不知道 就这个男人 有什么样的 鬼魅的能力 就是说 因为我也经常跟他讲 我说男孩子 要爸爸陪伴多一点 就是他的思维啊 各个方面会更好一些 我会提醒他 也会给他看 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书籍 或者说一下 然后他也会 回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可能偶尔会陪他玩 玩得很开心 就是那些偶尔 就是儿子黏住了他 是吧 是 行吧 不说了 反正 按理说 明眼人都看出来 是怎么回事 局中人 有局中人的想法 是吧 你其实比我也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又不敢说是吧 那个四位老师 咱们说真话 真帮人 好不好 来一起进入 邱比特文卷 过于不过 关键是要评事实 虽然我们是老乡 我想还是应该讲真话 做机制的 真的很累 他也真的很辛苦 不但要去规划 安排孩子 从小的人生 还要去规划 安排 丈夫 他的人生 和他的工作 孩子前期 最需要陪护的时间 已经熬过来了 孩子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 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吧 对 妈妈可以拖一点身 可以投到自己的事业 工作上去的时候 您却继续 要以离婚相逼 做全职妈妈 说我之言 你的目的就是逼她 向自己那一个亲戚去开口 到那里去赚更多的钱 我历来反对 女性 在可以工作 可以有事业的状态下 选择全职 一旦全职以后 我告诉你 在这个家 以后你没有自我 你自己都会失去自我 你会失去一切的激情 一切的这样的一种动力 你今后会变成一个怨妇 比祥林嫂还要祥林嫂 谢谢 谢谢郭红兄 来 曲总 女生断然不可能离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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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其实幸福是摆在那儿的 我们怎么去感受它 有人说我住了大房子我也不幸福 有人说我住着一个小小的房间 和我的爱人我的孩子在一起 我们生活虽然辛苦 但是我们有房有车我好幸福 这叫幸福力 你有一个情绪平稳的老公 一个帅气可爱的儿子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感受的 要拥有的能力 你在这个上真的有圈缺 一个孩子如果看到自己的爸爸 在努力工作 妈妈在努力生活 即便说下了学回家 有那么短暂的时间 父母不在家 他打视频说妈妈我一个人有点孤单 那也是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如果你是正向的引导他 他会觉得 你看我爸妈 他们都是努力工作的勤劳的劳动者 我为他们骄傲 我自己也是一个小小男子汉 我自己做功课 我自己玩一会儿 爸妈回来 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 是你可能会有些心酸 但你转个角度 如果你有那种幸福的能力 你会感受到 我和我老公都很努力 我的孩子 他很知道怎么去成长 多幸福的一件事啊 您啊 站着哭的都不行了 你不是应该骄傲吗 先生我多说一句啊 我多说一句 我觉得性格平稳 情绪平稳是件好事 但是有时候你过于平稳 把自己包裹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 不去体察你这个比较敏感 比较在意细节 有些焦虑的妻子 会让她的焦虑情绪更加变大 所以有时候走出自己的认知 去多关系下你自己伴侣的状态 可以帮助你们的家庭 更好地过渡现在的短暂的危机和焦虑 也希望您多一些力量吧 加油吧 谢谢阳老师 周老师 我想问一下先生 你老婆结婚前也是这么喜欢哭哭啼啼吗 没有 结婚前她总是这么负面能量很重吗 也不是 那她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样子的 生完孩子之后的几年吧 那生完孩子之后 你有没有带她去看过大夫 或者检查过身体呢 没有 你没有觉得她现在整个状态 跟结婚前完全不一样了吗 也许可能是某方面的压力过高 那她可能睡眠不好 有可能是某方面可能内分泌紊乱 没有调整好 会导致她总往负面的情绪上面 负面的事情上面想 你都没有考虑过 没有关注过吗 如果没有 那我觉得你至少从今天开始 要尝试去关注一下 我们不能说 你怎么老是发脾气啊 你改一改吧 你去想好一点 也许它是身体原因导致的呢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关注 我们另外一半的身心健康 也许也是我们的一种失职吧 刚刚阎老师说了 生活幸福有一点是需要幸福力 但是幸福力的核心是解决力 我们人生随时都会遇到问题 但如果你没有解决力 或者你把解决问题都抛给对方 你自己解决吧 我解决不了 我现在只能赚这份钱 你解决吧 我解决不了 因为我抹不开面子 你解决吧 我解决不了 我现在就必须要选一个 我可能没那么喜欢 但是很适合的工作 你把所有难题扔给她的时候 可能她扛不住 她就会崩溃 所以解决力是夫妻共修的事情 而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你自身要不要去 协助她解决这些问题 我其实反而觉得 可能暂时的全职在家 对她来讲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她现在没有办法融入职场 她现在身体条件可能不允许 她现在的思维状态不允许 她现在不知道怎么快速融入职场 那好 她先调整一下 调整以后再试着去接受 如何融入职场 所以这是我一方观点 当然对于女士来讲 你们家可能就是没有老人带孩子 那我如何解决 如果我实在不想工作 或者现在我的能力 实在没有办法工作 那我跟我丈夫商量 那好 老公 我们日子过得节俭一点 辛苦一点 我现在全职在家 我把孩子的学习培养好 我把孩子的生活照顾好 我把你们的生活照顾好 我们就过得节俭一些 那也是解决啊 你不能把它推完以后 你什么都不解决 所以如果你痛苦消沉 而只看痛苦消沉的东西 你只会更加痛苦消沉 但如果你想要过上 你想要的舒服的生活 你就必须要学会解决生活难题 并且跟他一起携手解决 一个太冷 也太冷了 有点冰 温度不够 就是最痛苦的是什么 就是我有一肚子的话 想跟你说 但是说到一半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会打断 养成了一种习惯 七年下来 最后养成了一种习惯 在互动的模式当中 你变得有点冷了 核心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的焦虑 其实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小鹏老师讲一个解决力 你们现在就解决一个 眼面前 你觉得最焦虑的问题 把它解决掉 而不是离婚 你最焦虑的问题是什么 你在最焦虑的 最想做的 是你自己可控制的 而不是通过你要求别人 去完成的一个动作 你是解决工作的问题 还是解决全职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全职在家 但是同时我们利用 现在的一些方式 来进行工作 特别是做贸易的 只是看你想不想 我是真不愿意 见他们散 你知道吗 你听着没什么事 就是到了这个阶段了 女性开始出现了一个焦虑 这个焦虑来自于职场的 来自于家庭的 来自于孩子的 一个新的转折点的 来自于老公在职业上 他认为得有可选择性 而老公不愿意去做的 对在一起就是这样 别让自己给压垮了 你压不垮这条事算个啥呀 加油啊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知道你很辛苦 不管是生活上 还是内心上 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我觉得我们两个共同努力 以后会过得更好的 其实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就是你也不是不想管我和孩子 但是有时候 我也想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工作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就是还有就是你经常 可能一忙就一整天都没吃饭 我也希望你自己就是说 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 就算不是为了我和孩子 为了你自己 事业上面也是一样 您是多大级别的领导啊 我希望你这个吃 做老婆的 你到那个饭店 给他叫个外卖 发个微信 老公吃饭了 但是他可以做到这种 吃不吃是他的事 就是早上 比如说我给他做了早餐 他可以放在那不吃 然后就走了 然后呢 我为了节省他的时间 把那个鸡蛋做好 放在他的包里 他可以带出去了 晚上那个鸡蛋又回来了 最后那个鸡蛋的命运 就是扔到垃圾桶里 所以特别简单 我没有做饭的动力 说实话 所以特别简单啊 可以不做了 然后他就会说 我不做饭啊 我懒啊 我说你 就是真的没有做饭的动力 反正我就发现了 我就发现了 但凡你要跟他们 叫生活里的汁的时候 妈妈都是常有理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确实在生活细节里面 他们比我们做得多 以后记住啊 鸡蛋不吃 扔到门口也被带回家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 今月APP 天津FTV 网络电视 万事达 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宝贵站的 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在明天晚上的 8点到10点开通的直播 我们情感导师会再见 帮您答疑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 连麦他们 来吧 波红兄 这个可不好猜 再怎么吵 再怎么怨 结果双出 双出是肯定的 但他们的问题 一时半会儿 解决不了 这女生 其实也就是说一说 她是一定 不希望离婚的 为啥这么较劲 让自己这么难受啊 所以男出女不出 这女的应该想明白了 不是今天叫个真儿 生活当中 连煮的鸡蛋都不吃 还被你怂恿 扔到门口 不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 你 为啥不吃鸡蛋 煮了好好的鸡蛋 在车上就可以吃 一口就塞了 连鸡蛋都不吃 来吧 让我们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吧 赵密奇签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签证 请亮灯 谢谢两位请回 呃 祝你